洛杉矶县政委员会主席凯瑟琳·巴格 与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主任巴布拉·菲尔 于2月24日在巴格的办公室 举行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社区远众会议 介绍洛杉矶县最新疫情信息及防范措施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并介绍中国及领区等抗疫防疫情况 巴格和菲尔强调 目前洛杉矶仍然只有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并且现在状况良好 已经解除隔离 他们希望社区民众误信误传谣言 注意卫生 正常生活 巴格表示 洛杉矶民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 他也了解到此次疫情对社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这与一些虚假和错误的信息传播有关 他希望洛杉民众要相信洛杉 对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正常生活不要受到这些谣言的影响 社区各界要齐心协力帮助民众解除担忧 让社区的经济发展步入正常的轨道 今天今天是关于公共医治区的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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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知道洛杉矶是非常之上的 我们正在努力与中国的区别的优众 中国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信息 费尔介绍了目前 弱性公共卫生系统采取的一些措施 包括发布什么是新型观众病毒 如何传播 有哪些症状 如何治疗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等资讯 张平总领事介绍了中国及领区抗疫防疫的情况 他表示 疫情爆发以来 在习近平主席的强有力领导下 中国政府采取了全面严谨和彻底的防疫措施 其措施远远超出了世卫组织的建议和国际标准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现在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时期 各级政府将继续在防疫工作中做出不懈的努力 他同时也感谢落写社区为中国抗疫做出的奉献和努力 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当前的疫情 特别是在洛杉矶郡 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人传人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桥界来说 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过度恐慌 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和经营 之后 与会者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话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费尔和巴格分别作答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